課金不改非那我就課命 日之呼吸給我出 我去 眼髓發出我 做了九把日輪到他終於來了 正好天也黑了 咱們去戰場耍一耍 讓那些鬼見識一下火之神神樂的威力吧 好傢伙 剛到這兒就叮光一陣響啊 不愧是無限列車地形 Hirokami Kagura Sasuguse Inigo 大哥就我沒血了 もしもし 疊忍小姐姐真好看啊 身上沒吃的了 還好剛才在村莊順了點乾草塊 整點麵包吃一吃 補充完畢 兄弟們給我殺 Hirokami Kagura一招先吃遍天 我卻連升兩級啊 不愧是我太帥了 誒 沒事了 兄弟們 殺 Hirokami Kagura 日期不能六卡比賣 一次性對付兩職確實有在哪呀 來呀 你過來呀 這是個什麼玩意我咋突然暴斃了 剛才我一期的看見前面好像刷著個建築 好傢伙 這是誰家呀 打架直接把房子搬到戰場了 這可不行啊 咱們去批評教育一波 誰呀 這麼囂張 跟我玩哈爾的移動城堡呢 哎呦 金塊 一看這就是老貪污飯了 通通帶走 咱們這期啊 準備做一下轉化豬 正愁一MC值呢 那他就來了 煉獄性獸狼的羽之 我去呀 這大哥家呀 對不起對不起 大哥我錯了 不過你這衣服確實挺好看的 給我吧 呵呵 你的衣波就讓我來繼承吧 哎 終於有點鬼殺隊那個味兒了啊 東西拿完正好也天亮了 哎呦 這啥玩意啊 六個手臂這還是人類嗎 剛剛我看到了他的名字 園衣零式 不會是防品吧 咱說紀國園衣的實力 可比他強多了好吧 誰都打不過呀 還是辦點正事吧 實力低微 還不如去找個礦洞挖點鑽石呢 你們可曾聽聞過這種非洲人 連鎖採礦半個小時 還用的石鎬 愣是一塊鑽石都沒有看見的 沒錯 正是在下個錘子呀 就我這奧氣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嗎 一次就給了八個 夠意思啊 這兄弟能錯 首先咱們整把鑽石搞 然後拋鞋黑鑰匙 下屆傳送門搭建上 然後再挖一些銀石 材料湊齊了 賢者之石也搞定了 然後再燒四個石頭 轉化之後就成了 至於家裡邊這些材料 能放的全給放裡邊吧 等會咱們再做一個刷鐵軌機 我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EMC值 為了以後和紀國願意開戰做準備嘛 我這版的刷鐵軌機 需要三樣物品 偵測器 活塞 然後啪的一下 我就給做出來了 雖說這玩意效率不高 但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了 實在不行 咱就再搞一個 兩個一起 工作效率不就上來了嗎 在這掛魂機 EMC值就來了 靈感來源彈幕的各位兄弟 多謝 500萬了 有圓子了 這不得整個便携式的 它的製作方法也是非常的簡單 閒者之石和煤炭 來回套娃 永恆燃料加鑽石塊 合成暗物質 暗物質塊加石頭加轉化珠 合成最終的便携式轉化珠 茫茫碌碌 又是充實的一天